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的八快错 现在已经重建252周年了 位于桃园市有八快错大庙之称的巴德三元宫 是巴德区的李明信仰中心 在建庙的300多年历史中 首度迎来女性主委吕玲晓凤 同时身为桃园市议员的她 拿出她在议会的能力 来改善巴德三元宫 坚持推动改革 完成财务透明化 科技点灯与线上缴款 这也使得巴德三元宫的香火更加的旺盛 我担任三元宫的主委五年 然后我都希望说 能够不仅是让在地 而且能够让全台都知道说 我们巴德三元宫 有一个米古菇的比赛 然后让文化传承能够继续下去 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土地公诞辰 巴德三元宫 举办奇龟文化 新传活动之习俗传承已久 为在地的民俗盛世 当天除传统奇龟外 还有市长竞献大型米高龟 创意龟竞赛 及千人亲子DIY米高龟 等一系列精彩内容 这个传统已经超过六十年了 而且一年半得比一年盛大 一年半得比一年好 那么今年我们市政府 也贡献了一个龟 重量达一千三百三十八斤 每年大家把这个米龟 拿来做一个祈福龟 象征丰收 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一则是传承文化 二则是鼓励大家参与创意 另外呢我们也颁了奖学金 谢谢我们三员工在历年来 公益上面的投入跟努力 我是在地人 所以每年都有办这个活动 所以就了解 就过来这边看一下 带小孩子来玩一下 就给家里小孩子 跟老婆保平安 更古传承的奇龟活动 在旅林小凤主委的带领下 更融入了创新的元素 让家庭共襄盛举 孩子们在发挥创意 感受信仰的同时 也增进了亲子之间的情感 这五年来 我们都不断的创新 然后来做改变 那今年呢 我把着重点放在亲子DIY 因为我们巴德 现在人口 已经增加五万多人 所以我们继续把这个文化传承 然后让居民 以及小孩子 都知道说巴德三员工 每年的二月二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 就是美国姑的祈福 这个活动不错 就是可以让亲子 去做DIY 可以了解就是 这个 就是土地公生日的那个意义 好不好玩 好玩 明年好不要来 真的是 今年更突破奇龟活动的传统智固 邀请巴德区各礼参与创意龟竞赛 藉由发挥巧思 以各式食材制作出 琳琅满目的平安符龟 十足具吸引力 充分展现传统文化的创新活力 我们让创意龟能够发挥到零零尽致 所以说我们也请51个里长来参加 一个创意的DIY的米糕龟的米食 只要是美食的部分 通通都欢迎自己有创意 然后来做这个比赛 巴德三员工也积极参与工艺活动 汇聚地方的善心 让信仰与爱心 在这片土地上紧密相连 我们的想法跟信念就是说 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所以说我们庙内 我们所有的信众的光明灯 跟香油钱 我们通通都来做工艺 用它的金额 来去补助各学校 这个清函的学生们 希望藉由我们这边的赞助 能够让提升孩子 对这个读书方面 能够越来越认真 越来越努力 我们的三观大地呢 非常的灵验 可以说是有求就必应 还有加上说 我们这边的历史建筑 都是上百年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木雕 还有我们的石雕 还有我们的肖子陶 都是出自于名人 我们也列入三级古籍 就是希望是说 我们继续传承下去 借这个机会 能够推广 让大家知道说 虽然外面看起来 我们巴德三元宫是非常的新 但是我们的文物 是最值得 对历史方面 有兴趣的人 来做探讨跟研究 巴德三元宫 不是只是一个传承 我们也要迎新 我们也要接近这些年轻人 我们能够跟随脚步呢 一直创新 可以藉由年轻人的 知道我们巴德三元宫 一些文物历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